第29集 吞吐磨焰 交代 黑焰翻滚 火浪偷偷 这黑焰异常诡异 骤声的炙热高温 使得谷内一切都仿佛是深至火炉中一般 但同时有阵阵漆黑如墨的魔气 逐渐的蔓延开来 引带着一种让人心惊胆颤的气息 身处黑焰笼罩的韩丽和柳乐 承受的高温更是骇人听闻 连附近的空气都变得模糊朦胧起来 连附近的空气都变得模糊朦胧起来 柳乐在四周磨焰翻滚涌出的瞬间 便已吓得是面无人色 在下一刻 此女便发现身处银焰的火网之中 四周的高温机滚滚魔气 仿佛被某种巨大磁力给吸引一般的 往银焰中纷纷涌入 使得方圆树杖内的空气清凉异常 顿时心安了不少 韩丽虽没有银焰护体 但面对四周汹涌而至的魔焰 眼都不再眨一下 神色平静至极 就在四周的魔焰即将触及其身体之时 其木然一张口 一股犀利当即从一脸而出 充斥周围的黑色魔焰 被这股犀利一卷之下 竟如同浪涛倒卷一般 化为了一股股黑色流燕的灌入其口中 前后不过两三夕的功夫 便有大半的黑焰 没入到了韩丽腹中 使得谷内熊熊的火势 顿时一阵的尾仪 这一幕 让四名合体骑修饰的眼珠子 几乎都要瞪出来了 联盟纷纷停下了手中释法 如此一来 周围崖壁表面的黑色火链 一阵的模糊之下 恢复了原样 只是那些图纹比此前 隐隐暗淡的几分 韩丽却没有丝毫停下之意 直至将谷内所有的黑焰悉数吞进 这才有些意有未尽的闭上嘴巴 发出一声宝阁般的闷响 这怎么可能 能焚尸万物的九天魔焰 居然被他给 这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诸位 此人神童实在是匪夷所思 趁其尚处于地鬼镇魂大阵之中 我等切莫再留后手 否则后患无穷 自然男子神色凝重 大声的疾呼道 说把其单手一扬 祭出一盏不足半时的紫瞳古灯 在灰色的咒语声中 伸手轻轻一搓 突的一声 古灯上燃起了一股淡紫色的灯焰 同时灯身的表面 泛起了无数米粒大小的紫色符纹 飞快缭绕起来 一股浓浓的紫色烟雾 从灯焰之中渺渺生腾 用飞快的弥漫膨胀 眨眼间 凝成了一头足有阁楼大小的 栩栩如生 紫色巨蜂的模样 头颅羔羊 发出一声无声嘶吼后 四足如飞的 朝着寒力直扑而去 另一座石柱上的美颜女子 口中咒语声忽高忽低的念动可不停 一对瞳孔不知何时 已泛起了一层红芒 但见其身上的紫色纱裙 无风骨荡 宛如是仙女下凡 全身的皮肤肌肉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萎缩了下去 纤细五指上 指甲变长发黑 化为了一对猙獰的枯爪 柔美俏脸上 血肉消融之下 整个人竟活生生地 化为了一具红红的骷髅 其身形轻盈的俯虫来看 速度快的惊人 只是一晃之下 就带着一连串的残影 出现在了寒丽上方不远处 一只枯爪朝下方猛地一抓 寒丽头领上空搏动一起 一只足有小山般大小的 白色骨爪探出 五根骨指犹如锋刃的刀里那般 带着尖锐的风声 朝寒丽的头颅狠狠地抓下 滚滚灰白色的煞气 从掌心席卷而出 骨爪在翻滚的血海虚影中 似乎丝毫不受影响 寒丽站在原地没有动 二话不说的单手一扬 一座迷你的黑风脱手而出 迎风暴涨之下 化为了一座黑色山风 狠狠地砸在了白色骨爪之上 轰的一声 黑色山风在骨爪下风爆裂而开 化为了漫天巨石的洒落而下 但骨爪也在一颤之后 也咔了一声地崩溃开来 漫天下气 随之烟消云散 止余下无数的白骨碎章 红粉骷髅还想要做些什么 一股排山倒海的气浪 从下方一卷而至 使其如风中的柳絮那般 毫无招架之力地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在了一侧的山地 散为了一堆骸骨 就在此时 仿佛是虎啸般的吼声滚滚 却是那只紫色巨火 破空而至 张口一喷 一道紫萌萌的光柱 击手而下 韩丽只是单手一抓 一股无形的距离一扫而过 五颗光柱轰然溃灭 接着其重身一跃 就无视重力加深地出现在了巨火的腹下 其双臂闪电般的一踏而出 一手就扼住了巨火的头颅 另一只手则抓住了一条后腿 手臂肌肉骨胀 犹如两只大钳子那般 任凭巨虎疯狂挣扎扭动 却根本就挣脱不开分毫 就在他两手左右一分 准备将此虎撕裂两半时 下方的地面突然砰的一声 刺根闪着幽光的黑色巨毛 破土而出 穿越重重血海 猛然向其凶腹要害出刺来 蹭的一声热响 刺根巨毛 竟像是砸在了铜墙铁壁上一般 被一股距离的反振之下 一颤的倒缩回去 一声古怪的声音响起 地面之中泥石翻开 弹出了一只通体乌黑的巨大蜘蛛 其头颅生有两排银白的腹眼 八条钢毛般的长腿粗乳而臂 腹下还悬挂着一只灰色的肉袋 韩利双母巍巍一迷 发现那肉袋 赫然正是那名驼尾老者 而此蜘蛛 竟仿佛是从其背后的骨包中 长出来的一般 诡异至极 五黑蜘蛛方仪现身 两只锋利的前卒 再次交叉往上一举 其上犯起了血走洪框 看起来就如同一柄烧红的大剪刀一般 直冲其脖颈夹来 然而这一次 韩利却没有给其半点的机会 双手紧窜着紫色巨虎 身形借着万军重力之势 飞速一跃而下 并在头中抬起右脚横扫而出 砰的一声巨响 蜘蛛两只前卒寸寸碎裂 身子也在一股剧烈的冲击之下 斜飞出去 重重的砸入到了一侧石笔之中 被落下的巨石给淹没 韩利方一落地 两臂同时一用力 就将手中那只紫色的巨虎 给生丝成了两半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撕裂开来的紫色巨虎 行散 气去未散 化为大片紫屋的一个翻滚之下 将韩利笼罩了进去 紫屋散发出一股奇异的浓香 俨然拥有某种射人心魂 亲时修饰神志的意呢 哥哥 远处的柳柳儿竟行事不妙 不禁惊呼出口 肉身强悍又如何 在卢长老的石魂鬼屋下又能 不远处的骸骨重新组成了一只红粉骷髅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口中发出了一阵的痴笑 结果 其话还没说完 就听上方某根石柱的顶端 传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吼之声 只见那紫然男子此时已然从那石柱上翻身坠落而下 满脸痛苦地打起滚来 先前那盏紫童骨灯则滚落到了一旁 紫色巨虎所化的雾气一颤地溃散开来 露出了韩利的身形 其单手一招之下 紫童骨灯就一个模糊地射了过来 被他略以查看之后 便随意地收入到了橱袋之中 与此同时 金光一闪 一道纤细金丝 从紫然男子的头颅之中一闪而出 并一卷地重新回到了其眉心之中 随后他才目光一转 冲左侧那座高大牌楼的方向 淡淡输了一句 怎么还没找到偷袭的机会吗 话一落下 牌楼后一道身影一闪而出 并急速朝后方掠去 正是一直未出手的那名独眼巨汉 此刻的他周身被一件长满尖刺的骨铠覆盖着 单手握着一柄通气血红的金银巨腹 看起来俨然也是一件 微能不俗的极品法宝 但此人站稳身形之后 只是面露警惕之色的看向韩丽 并没有冲上来拼命的打算 方才他亲眼目睹韩丽 几乎是一个照面之间 就将三名合体骑的修士 打得是毫无招架之力 且从头至尾 竟让其都有种无从下手之感 这种面对对手时的无力感觉 已有不知多少年没有过了 韩丽见其现身 便收回了目光 转身抬腿 自顾自地朝前方移坐的地轨牌楼 不紧不慢地走去 从其身上衣衫褶舟的变化 却能看出 充斥四周的血海尽致重力 仍切切实实地压在其身上 但他的步里虽不快 显然也并不怎么吃力的样子 走到牌楼前 打来了一眼牌楼立柱之后 他忽然一弯腰 伸手抱住了其中一根立柱 腰身手臂骤然发力 猛然向上一提 整片大地随之轰然一震 牌楼上的巨鬼头颅双目 竟隐约有一丝拟人的惊恐 只见整个牌楼悠悠晃动 变得越来越高 随后竟是生生被他 从地面给倒拔了出来 离开地面之后 巨鬼头颅哀鸣一声 接着整个牌楼乌光一闪下 骤然收缩 化作了一块黑色令牌 落在其手中 而覆盖方圆数百丈的血海虚影 也一阵的剧烈翻滚之下 范围缩小了不少 安利将令牌给收起 朝着另外的一座牌楼走去 此时驼北老者与自然男子已爬了起来 化身红粉骷髅的美艳女子也恢复了本来的面貌 四名天鬼宗合体修士分出谷内四个角落 眼睁睁看着韩利将组成地鬼镇魂大阵的地鬼牌楼一一收起 脸上满是复杂之色 却十分默契的都没有出手阻止 所有人一言不发 似乎在等着什么一般 半周相后 当韩利收起了最后的一块黑色令牌 突然眉头微微一条 脸上一丝一色闪过 总算来了 他男的一声之后 木然一张口 猛然向外一吐 呼拉一声大片黑色火焰滚滚而至 竟赫然是先前被他吸入的那些魔艳 这些魔艳冲平而起 往空中移聚 四团车轮般大小的火云滴溜溜的凝结而成 并依着扭曲变形之下 顷刻间化作了四条树杖长的黑色火蟒的 分别扑向了独眼巨汗的四人 四人见状 顿时大惊失色 纷纷祭出数件不同样式的防御法宝 幻化出一层层的护罩 护住周身 四名合体骑修士 虽在第一时间祭出了诸多的防御手段 但背后仍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四条黑色的火蟒 看似不过是三四丈的长短 却分明由此前充斥整座山谷的 大量九天魔艳浓缩凝化而成 身为天轨中的高解修士 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此艳的可怕 即便是合体骑的修士 稍有不慎 恐怕也吃不了兜着走 他们可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自己竟然会直面此魔艳的锋芒 就在此刻突然破空声炸响 一道白光从峡谷的上空一闪而现 并一分为四的棘手而下 速度之快仿佛瞬移一般的出现在了四人的身前 赫然是四道金光闪闪的剑芒 剑光闪动之间 剑芒滴溜溜一转地化为了四个直径仗许的剑轮 几乎下一刻四条黑色火蟒撞了上来 轰隆隆的一阵爆裂声 四团剑轮表面无数的黑色火团爆裂轰鸣 一下子熊熊燃烧起来 一圈圈的无形波动一挡而开 四条气势汹汹的黑色火蟒 经瞬间应声而变 化为了一股股的黑烟溃散消失了 接着山谷半空中波动一起 一名四十多岁的黑袍男子一闪而现 五官端正容貌如雅 双眉却浓黑如剑 给人一种肃杀之感 那四道金银剑芒再次化为四道白光 从四个角落一闪而回 没入其体内不见了踪影 断食说 子熊男子等人心中一松之下 看到半空中的身影 顿时大喜 韩丽站在原地 瞳孔微微一缩 目光直视对方 来人不用多说 自然是天轨中两名大成老祖之一的 断人梨 断人梨的目光向四周微微一扫 见到作为宗门禁地的魔艳鼓中一片狼藉 四名合体修饰 更是一幅落魄的模样 面上神色丝毫未变 但眼角却是微不可插地抽搐了一下 他头颅微微一滴 目光落在了韩丽的身上 也不见其有任何掐绝举动 只是伸出一只手掌 五指一分地朝下徐徐一点 骨根手指目的变得晶莹一堂 指尖处灵光连闪 嗖嗖之声接连响起 一道道白光 从其五指间喷射而出 纷纷迎风变大 然后化为了数百道 持续长的白骨灰剑 带着凄厉的剑啸之声 朝着韩丽如雨般射去 韩丽见此 只是单手略意掐绝 顿时体内一阵暴如翻的闷声传来 身形暴涨一圈 体内金光大放之下 一枚枚淡金色的鳞片 从其体内浮现而出 瞬间覆盖了全身 漫天白色骨剑瞬息变质 积在其体表 爆发出团团金白两色相间的光芒 将其身形淹没 并发出了鱼打篱笆般的暴风声 一圈圈的气浪在附近爆裂而开 飓风般的向四周一卷而开 引得附近数十丈的范围内的虚空 无数细长白痕 诡异的闪灭不定 与此同时 爆裂中心上空百丈处波动一起 一座黑色小硬凭空浮现 飞快的一转之下 化为了阁楼般大小 并放出万道黑光的从天而下 尚未真的落下 一股让人窒息的灵压 就将附近的虚空都引得一阵扭曲 为是害人至极 一声惊天斗地的巨像 巨印在距离地面仗许的位置处 竟坠视一庭 无法再落下分毫了 端人离见到此目 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动容 刚才他虽然一口气施展了两种莫大的神通 但是实际上啊 前后不过是一个呼吸的功夫 此时下方的金白两色光芒脸去之后 露出了其中的情形 只见寒厉稳稳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一只覆满了金铃的右臂抬起 正托举着那黑色巨印 而其双足已陷入深黑色的地面 周围裂开了一条条的裂缝 他朝着半空中的断人离咧嘴一笑 露出了一口血白牙齿 接着右臂一躯再猛然一直 顿时一声震耳欲浓的轰鸣声传出 看似重于泰山的黑色巨印 竟如同一块木头般的 被其硬生生的一抛而起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从骨口处飞了出去 不见了踪影 接着其双足骤然之间 一蹬的腾腾而起 一个闪动之后 就诡异的出现在了断人离身前不远处 一条手臂略意摸过之下 就要冲对面一拳击出 后者见此情形 脸色丝毫不变 只是双目眯了一眯 就在此时 韩力的身后虚空一闪 一个银色圆环无声无息地 飞搜而出 他早有索料般的迅疾转身 轻轻地一记手刀 圆环凭空被一掌而开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两节银环 竟表面浮纹一阵的缭绕之下 骤然化为了一连串的残影 凭空消失了 下一刻 二轴诡异无比地出现在了 韩力两侧 唱的一声轻响 韩力只觉身躯一紧 两节银环目地往中间一合 再次化为了一个完整圆环的 将他的身体给紧紧锁住 圆环灵光大盛 猛然一收紧 内圈与精灵一接触 顿时火星乱闹 传出了嘎门嘎吱的爆响 仿佛下一刻就要被这股巨力给直接压爆一般 哥哥 柳乐尔早已退到了山谷的一角 见此情形顿时惊呼出声 自然男子等人见状 则是心中一喜 韩力这没有丝毫的惊慌之策 当即一咬牙 口中一声低喝出口 体内顿时一阵闷雷般的劈啪之声 胸腹骤然浮现出了五个蓝色光眼 全身的肌肉猛的一鼓 身体骤然粗大了一圈 他双臂猛的一撑 银色圆环光芒狂闪之下 被硬生生给撑大了一圈 浮现出无数的银色符纹疯狂的跳动 接着咔嚓一声 就此爆了开 段仁黎的脸色终于凝重了下来 身形往后倒手而出 双袖一鼓 似乎要再催动其他的宝物神通 韩力岂会再让对方轻易的出手 肩头一晃 人就一个模糊的从原处消失了 下一刻 堪堪倒飞出百丈距离的 段仁黎的身后人影一花 韩力的身影鬼魅般的出现 二话不说的单手一握 一拳轰出 拳头金光灿灿 仿若是赤金铸就 拳锋锁过之处 凭空划出了一道白痕 段仁黎猛一回身 张口喷出了一团血云 一凝之下 画过了一面血色光盾 挡在其身前 轰的一声 韩力一拳轰击在血盾上 盾面一下深深的凹陷了进去 接着轰然溃散 画为了大片血雾 全是不停 直接洞穿了段仁黎的胸膛 但他的脸上 没有丝毫的喜色 反而是冷哼一声 只见段仁黎全身的血肉 瞬间扑离一声 犹如泡沫般的溃散开来 大片血色飘散之下 整个人画过了一具白色骨架 挂在了韩力的手臂上 百丈外的虚空浮动一起 段仁黎的身影无声现身 看起来毫发未损 但是脸色隐约有一丝苍白 一连串的变苦如雷光火石 子然男子等人见此情形 不禁互望一眼 均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一丝骇然和震惊 想不到我闭关不过数百年 本届竟出了阁下这种 堪比大成妻存在的历修 还未请教阁下遵兴大名 段仁黎上下打量了韩力两眼 仿佛再次确认一般 口中缓缓地说道 段仁黎上下 在下韩力 韩力微微一笑 将白色骨架朝旁边随意地一甩出去 周身淡金色的鳞片退去 也没有再出手 原来是韩道友 不过 阁下既拥有此等实力 本当是自食身份 为何无端来握天鬼宗生事啊 还以大欺小伤我们人子弟 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啊 段仁黎的声音 默然一沉 天鬼宗倒会是恶人先告状啊 你们掳我的人在先 后又施展秘书强行将我传送于此 我还想请阁下给我一个交代呢 韩力的嘴角抽搐一下 冷笑一声道 段仁黎文言微微一正 目光扫了下方的子然男子等人一眼 问道 怎么回事啊 几人互望 其他三人都看向了子然男子 并断师叔 我此前收到宗内传讯 说有人私闯山门 便出去一探究竟 见这 见这位韩道友神通厉害 就催动尽致 将其给传送于此 至于这人 为何来握天鬼宗 倒还真不是很清楚 子然男子迟疑了一下 如此说道 李克查明此事 段仁黎文言 不容置疑地吩咐道 是 子然男子连忙答应了一声 忙朝着谷外飞去 段仁黎的目光 回到了韩力的脸上 不再言语 韩力朝下方某处望了一眼 用眼神示意柳乐 不必担心之后 便脸瓜淡淡笑容地 和对方对视起来 约默一炷香的功夫 子然男子返回到了峡谷内 恭敬地向段仁黎 传音低语了一阵 段仁黎眉头微微一皱 但随即便恢复如常地 挥了挥手 子然男子连忙退到了一旁 原来韩道友来自冷眼宗 段仁黎抬头看着韩力 缓缓地说道 似乎在斟酌着言辞 不错 韩力坦然道 没有想到贵宗形势如此的低调 除了阁下这么一位立修 也从未透露过半点的风声 当真是可喜可贺呀 断仁黎眼神微闪 有些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断大佑还是莫要转移话题的好 韩力淡淡一笑地道 事情我已经基本弄清楚了 阁下和本宗一名外门长老有些恩怨 至于之后的种种都是误会 既然那人已死 事情也说清楚了 你我再打下去 也是无谓 不如就此罢手 我让人送道友和同伴离开如何 段仁黎沉默了一下 如此说道 在其看来啊 韩力虽然是看似修为不高 但显然动用了某种手段 给隐藏了真实的实力 如今宗内另外的一位大臣 这段时日啊 恰好不在门中 若继续打下去 恐怕得不偿失 若换作室阁下 被无缘无故拘至他宗 并倾几乎全宗之力 不分青红皂白的围攻至今 然后被轻飘飘的一句误会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段道友会同意吗 韩力虽盯着对方 似笑非笑地说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